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缘由被追星族们得知之后 从此Nono成为陈轩玉的艺名 Nono在念国小五年级的时候 父亲过世 妈妈一手养大四个孩子 看着妈妈一生牢牢碌碌碌 Nono最希望能给妈妈过舒适的生活 自从Nono在台湾演艺界大放异彩 赚了第一桶金后 除了买马赛重重自己外 她也在著名的艺人区 将妈妈接来一起住 1997年 Nono正式出道 后来在三立电视公司成立经济部时 Nono被其所签下 成为首位进入其经济部的艺人 当时 她的日薪为星台币2000元 且被允许能参加三立的任何节目 然后开始做摄影助理 道具的工作人员 继而在三立综艺台颇受好评的歌唱竞赛节目 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 终担任工作人员 当时几乎每一集至少被该节目主持人使唤一次 使Nono当时已经小有名期 2008年开始 亦有人称她为B咖一哥 在徐乃琳 曾国陈主持的 天才冲冲冲 中创立N哈哈乐团宏集一时 因从小就是哈琳与陈庆为崇拜的偶像 因此常出现在与陈庆主持的 百万大歌星 节目中担任固定来宾自封班长 Nono经济约签给吴宗宪长达九年 2009年三月约满后离开县县家族 独自单飞 结束兵主关系 他向朋友透露想自由一阵子 好好打理副业生意 再想想未来 吴宗宪说 他有自己想法 我祝福他 但看看过去离开的人 包括康康 许杰辉 发展都不好 刘跟宏甚至离开后就等于离开演艺圈 是好是坏 聪明的人都会想 而吴宗宪对Nono有着提携之恩 Nono最初是许孝顺的司机 真正从小人物一点一滴地坐起来 因此 他很珍惜每个机会 吴宗宪曾指着Nono笑说 他当时当道具助理的时候 一个月才二万台币 做临时演员的时候 他就诅咒人家没来 他就可以随时顶替上去表演 他真的是一步一脚印作 而在近期Nono 刘书宏和杨雅竹日前上中天宗和台 同学来了 讨论主题 快来救救我吧 这些人的工作就是救人一命 Nono自曝曾在录影时发生意外 因此损失上百万 那时音游戏中拉扯 拉扯导致他的手指骨头裂开 而当时的那位艺人就在现场 Nono回忆 我们玩鬼抓人 我抓到一个艺人 他在那边拉扯不认账 我被他用力一甩 手指感觉一阵次痛 然后手就好像棉花糖慢慢膨胀 我去照X光 医生说是骨头裂开 最少要休息二个礼拜 我推掉很多录影跟主持活动 事后Nono透过调结委员会 与对方以一百万元达成和解 对方却拖欠赔偿金掌达三年之久 那个艺人叫我让他分期付款 他付了一笔十五万 剩八十五万欠三年了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Nono口中的那位艺人竟然也在场 主持人张力东联盲解释 有在筹钱 但Nono却爆料 他本来要还我 后来他说 可以再展颜吗 因为买房要缴六百多万的头期款 Nono 凭借着冷面笑匠的功力 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近年来更是发展出许多副业 加上私下的婚姻生活非常甜蜜 可谓爱情事业双收 过去在节目上更提起自己在妻子怀孕期间的贴心举动 更让粉丝们大赞 真的是好男人 他的现任妻子是台语歌手朱海君 两人相差了将近十四岁 过去在跟女方求婚时 还一度遭到了对方妈妈反对 认为女儿事业刚起步 不适合太早结婚 然而分开了四个月以后 Nono还是在师父许孝顺的助攻下 成功抱得美人归 如今还顺利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实在让人羡慕不已 然而处女座的朱海君则回忆与Nono婚前交往时 有次使用对方的电脑 发现电脑中还保有前女友的email 内容写着 亲爱的 跟你分手一年多了 但有时还是会想起你的幽默和温暖举动 而且女方记性频率非常高 朱海君愤愤地说 看完后我都快喷血了 心里想这些东西你留着干吗 由于对方署名Cherry 朱海君只要看到这名字就有气 后来朱海君甚至发现家还保有前任物品 最后忍不住询问 只见Nono牵着她的手解释 宝贝 你看到的那些东西我已经忘记 是不存在的了 所以我压根也不会想到说那些信还留着 最后Nono除了删掉这些email 也丢掉这些物品 以平息朱海君心中的疑虑 回忆起两人初时 是在朱海君仅12岁时 当时在歌唱节目担任工作人员的Nono 对这位12岁的小朋友略有印象 而真正认识是在多年后 两人因哈琳节目 百万大歌星 重逢 Nono主动向她要电话 两人在接受 一周刊 专访时 这么形容彼此 朱海君看Nono 从前辈 大哥 现在是爸爸的感觉 Nono则说 我从小看她 从12岁开始看她长大 到现在变成我太太 很是浪漫 访谈中 访谈中Nono透露 朱海君从小就到处唱歌跑江湖 想法成熟 朱海君也坦言从小看过很多年长的人 跟他们一起工作 别人看她会感觉比较大一点 朱海君表示 婚前Nono平常对待 照顾她的方式 让她很有安全感 而且Nono不只对自己妈妈孝顺 对她家的长辈也很照顾 但两人相差14岁 仍给彼此交往过程带来一些波折 主要是来自朱海君的母亲 2011年时 Nono在万人棒球场下跪求婚 引起轰动 不料朱海君母亲后来上节目意外脱口说 根本没答应 在母亲的反对下 两人只好宣称分手 但Nono还是不放弃 想办法争取朱家父母欢欣 2013年3月许孝顺陪她一起去提亲 仍遇到不小的阻碍 当时朱海君的家人 不知道他们要去提亲 惊恶之余妈妈不希望她嫁 当时每个人都掉下泪 之后废了一番唇舌 最后才得到允许 Nono表示 岳母其实没反对交往 但因求婚太突然 让她不太谅解 而岳母当时也希望朱海君能先冲刺事业 所以才提出意见 婚后朱海君曾经因为 揣一身 失言遭痛批 Nono也护妻心切出面表示只是节目效果 之后会更加注意 朱海君也表示当时 她抱着我说 没事没事 有我在 让她有了勇气面对这次的风波 俩人婚后幸福甜蜜 在2014年生下了女儿Anno May 一家三口和乐融融 据 苹果日报 报道 Nono对于独生女很宠爱 在有了女儿以后 她的个性也变得平顺许多 只要看见爱女甜甜的笑容 就会马上消气 且为了安全着想 在女儿开车的时候 时速绝对不会超过60 甚至也已经开始担心爱女以后会被人追走 笑着表示 以后要帮她请保镖 他们一家三口上 小燕有约 节目接受访谈时 Anno May 透露爸爸脾气比较不好 但Nono赶紧反驳说 教导女儿时要凶一点 但常常事后气消后 都是她先跟女儿事好的 一家三口亲密互动模样 让人羡慕 如今朱海君不止唱歌 还跨组演戏 主持节目 而Nono则忙于投资副业 在全国各地夜市卖鸡排 经营的火红 去年还开美式汉堡店 Nono搞笑地表示 最近演艺圈不景气 她打算当班主任 成立一人二次就业辅导中心 要辅导一人就业 先请Nono送过最难忘的礼物 朱海君至今都有深刻印象 当时Nono拿了一份文件 要她签名 上面的内容是 即将开始登记的 海牌店门市 上边又写着她的名字 并说这是给她的生日礼物 希望这间店能代表她的事业 让她能够参与她的事业 学会管理每个月的零用钱 而这间门市 可以让朱海君每个月 有30万到40万左右的零用钱 Nono曾在综艺节目中 被问到新婚幸福指数 她回答有8分 理由是她想让朱海君更幸福 更美满 现在在问她 她想了想说8点5分 还说到等小朋友长大一点 分数再往上加 Nono也说过她觉得婚姻 没有一个标准值 打3分4分又怎样 毕竟都是夫妻了啊 她觉得还是要回归现实 夫妻生活要互信互量 她知道婚姻不是综艺 更需要平时看待 永不rough的零用人 段变着 школ 另外 傍り 本